好 群眾現場時間我們來關注的是 南韓有一座鋰電池工廠發生了大火 目前呢知道已經造成有22人死亡 更多的重點交給真榮 大家早安 群眾現場我們繼續帶你來聚焦 的是在昨天的這一起發生在南韓的意外 就是在南韓的經濟到華城市有一座鋰電池工廠 在昨天發生了大火 現在罹難者的人數目前已經攀升至22個人 具有很多的附近的民眾就目擊到這意外 當下都說當時是有聽到巨大的爆炸聲響的 令人膽戰心情 根據當地的消防員就指出說 現在初步調查顯示 這火事一開始就迅速蔓延了 鋰電池工廠起火短短十五秒鐘 就煙霧彌漫 但是由於這個火災的困難點 是因為他是鋰電池的大火 所以工人沒有辦法按照一般SOP來自行滅火 消防人員現在推測說 這罹難者在短時間之內 可能是吸入有毒的煙霧 所以導致他們就窒息很快的失去意識 南韓的媒體韓聯社現在進一步分析 可能是因為煙霧迅速瀰漫 導致有很多工人 他們沒有辦法找到逃生路線 再加上很多人其實是臨時工的 他們是從大陸的吉林的沿邊 來到南韓打工 不熟悉工廠裡頭的內部的結構 所以導致大規模的死傷 好 這座鋰電池工廠 在昨天上午發生了大火 那目前確定是有22個人不幸死亡 其中19個人現在確定是中國大陸籍 兩個韓國人還有一名寮國人 另外有兩個人重傷 六個人輕傷 還有一個人是持續失聯的 南韓總統尹錫月在昨天晚間 也立刻在第一時間就趕赴到現場 要了解整個狀況 尹錫月同時間也對家屬來表示說 向罹難者感到哀悼 並且也會提供後續的補償的部分 另外他也聽取了經濟道的消防廳的報告 也指示國家消防廳對於火災發生的原因 要進行徹查 並且要求內政部隊於相關的企業 還有附近的工廠都要啟動大規模的安全檢查 要避免漢市再度發生 好 也是因為這一起的意外 有很多的中國大陸籍的工人 他們是不幸死亡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中國大陸駐南韓大使 等待救援 但是被飄來的濃煙給擋住了 還有兩個人是困在湖海當中 情急之下 甚至從大樓一躍而下 畫面觸目心驚 而現在呢 這個俄羅斯當局也出動了 超過130名的消防員 還有50輛的消防車直升機到現場救援 但是現在期貨的原因還要再進一步的調查 好 現在兩韓之間的緊張局勢恐怕又再度升級了 因為北韓在昨天晚間又向南韓來施放垃圾氣球 更誇張的是這裡頭居然還再度被發現 驗出含有人類糞便的寄生蟲 這也是這個北韓時隔兩週 今年以來第五次空飄氣球 在南韓有9起發生了這個氣球通報事件 而針對之前北韓施放的上千代的氣球垃圾 南韓統一部表示說 這其中有70代的垃圾當中的泥土 被檢驗出好幾種像是蛔蟲等等的寄生蟲 研判可能是被當作肥料的排泄物 但是統一部現在澄清說 由於這個氣球攜帶的泥土分量不多 所以不會導致土地的污染 或者是有進一步傳染病的風險 好 就在俄羅斯和北韓 先前就達成了新的共同防禦條約之後 現在美國也有所動作了 這是美國的核動力航母羅斯福號 在22號抵達到南韓的港口城市釜山 準備要參加的是美日韓自由刀刃的聯合軍演 要進行海上反潛作戰以及防空演習 目的是為了要提高海軍之間的互通性 要確保三方要做好危機應變的準備 而軍演結束之後 羅斯福號也即將前往中東來部署 與時攀陀美國核動力航母 羅斯福號上滿載數架艦載機 兩天前抵達南韓釜山港口 準備參加六月底的 美日韓自由刀刃聯合演習 而羅斯福號也將擔任 這次演習的指揮艦 事實上美日韓舉行連演 目的就是要延伸威懾北韓核武勢力 而且時間點相當巧合 普丁前腳才剛離開北韓 美日韓軍演就要登場 不過軍演結束後 羅斯福號也將離開印太地區 前往中東地區部署 而在這之前 夜門青年運動組織 從五月底就開始多次聲稱 擊中美國航母艾森豪號 美方當時除了否認這件事外 也在上週邀請美聯社記者等件採訪 但是記者並沒有發現 網路傳聞的甲板燒毀痕跡 或是炸彈坑洞 而青年運動發言人 22號再次發聲明 擊中艾森豪號 美方持續否認航母遭到襲擊 而且青年運動也沒有透露具體時間 但是美國國防部隨後發布聲明 艾森豪號已經離開紅海 將在歐洲短暫停留後返回美國本土 這個時間點吊派紅海眾說紛紜 雙方顯然是各說各話 也變成一樁羅生門 記者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日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Early 兒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